这个工地很有意思 我在09年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电站的一个主体部分 就是它的隧道 这个电站是一个隧道饮水电站 那么上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新元公司在工地上的宿舍 就是上面有铁皮屋顶的房子 新元公司在当地有多少人呢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 就全部都是管理人员 然后我在那里就问他们说 你们现在管理工地用的是中国劳动合同法 还是柬埔寨的劳动合同法呢 他们说他们用的是中国的劳动合同法 然后就给我看 说他们都是八小时工作制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 你看果然是八小时工作制 这里写着起床是什么六点了 反正总而言之八小时工作制 那么实行这种工作制的人有多少呢 就是这个名单上的这个人 就是新元公司派在工地上的这些人 我说那那些挖土方的人是不是实行这个制度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管不着 这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事 劳务派遣公司只是承担我们给他分包的任务 至于他们是怎么搞的 我们不知道的 然后我就想找那个劳务派遣公司的人 劳务派遣公司的说 他说他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的 说这里只是有一些类似于包工头一样的人 现在好像也不在 于是我就去看 我说那劳工都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下面这些地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中国的那些劳工住的 其实说实在的 这样的地方比上面他们新元公司住的那些东西 的确是差 不过老实说新元公司住的也不算什么设置 的确是体现了中国人还是挺吃苦耐劳的 当然工人还是比他们差得多了 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工地上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疑问 原来他们都在隧道里头紧张的在施工了 但是我那天去的时候是礼拜六 我说怎么他们还在干活呢 他们说我们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 而且从来没休息过 有一点我特别惊讶 就是这个工地是在山上 离柬埔寨著名的旅游中心就是西哈努克港 我不知道在在座各位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 这是中国人很多人都去那里旅游过的 离西哈努克港只有100多公里 是吧 我说你们去过西哈努克港没有啊 他们说从来就没去过 那三下就有个县城叫做斯雷安贝是吧 这是柬埔寨郭公省的一个县城 这个三下的斯雷安贝县城你们去过没有啊 也没有去过 很多农民工从前一年五月进入工地 一直到我去的第二年七月 整整十四个月的时间就没有下过山 是吧 也没有一天的休假 一直都在玩命的干活 是吧 我说你们这么玩命的干活 这个无论是柬埔寨 但还是中国的劳工法 好像都没有这么一条的吧 是吧 他们后来我问了他们 他们说 是啊 说但是这是我们自愿的 是吧 说那个 呃 劳务派遣公司并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干 是吧 呃 劳务派遣公司 在这个劳工管理上实行什么制度呢 就是实行所谓的 啊 所谓的寄件工资制度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他们那些打隧道的 那个报酬 是按照隧道进尺来计算的 是吧 就是你打 打了一尺隧道 我就给你一尺隧道的钱 挖土方的是按照土方量计算的 是吧 你挖了一 一方土 我就给你一方的钱 是吧 实行的是所谓劳务派遣 加包工资 加基建工资的 啊 这样一种制度 是吧 那么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 就是这个一天干多少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是吧 理论上讲 你一天啊 只干一个小时也可以 是吧 那我就按你挖的土方给你付钱 如果你干15个小时 你挖了很多土方 是吧 那么我就按照你挖的土方给你钱 是吧 那么这么一来 也就没有什么加班不加班之说了 是吧 因为你干一个小时和干15个小时 反正都一样 我就按照你挖的土方给你钱 是吧 不存在什么加班的问题 也不存在什么还要发加班费的问题 是吧 你爱干不干 是吧 而我们知道那帮 那些农民工啊 这些农民工说实在的 在劳务派遣公司工作都已经很长时间了 就我问他们 是吧 我说你们来柬埔寨之前是干什么的 他们说 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湖北 曾经参加过青江上的那些一些水电梯集 比如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水布亚水电站 是吧 隔阂岩水电站 是吧 他们基本上都是劳务派遣公司 从这个水电站完了 就把它弄当下一个水电站 是吧 他们在这之前都是在隔阂岩干过的 是吧 一到柬埔寨 当然柬埔寨在国内和国外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在国外对他们的管理更严格 因为一到了柬埔寨 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嘛 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 一到了那个地方 就把他们所有的护照都收掉了 是吧 然后他们就宰在一个工棚里头 而且这个工棚都是完全封闭的 是吧 中国的水电工地跟外国的有个很大的区别 包括跟越南的都有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国际上现在关于水电有很多那个什么NGO啊 什么环保组织啊 经常要来 经常要来 所以你像我们在老国就见过那个世界银行的那个工程 见过越南的工程 他们都是开放的 专门有一个部门接待外面来的人 但是中国的工地不一样 中国的工地完全就是 这个当然是当地的军队了 当地的军警把它完全封闭 是吧 不对外面的任何人开放 那么至于我们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我后面就要讲到 当地的村民把我们带到那里去 而且那个村民还是我们的战友 曾经是红色高棉的一个海军军官 这个我后面就这样讲 那么这些人一到了那个地方 把护照一收 把他们都封在那里 那么你们就干活 干好干坏 当然我不强迫你们 你们愿意一天干一个小时也可以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们就领不到钱 而且这个工程不完 你们是走不了的 大家知道 中国建筑行业的农民工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他们大部分不是实行月工资制度的 是吧 他们往往都是实行一个工程 完了以后进行结算 或者是一年有一次 就是你那个春节 你要回去春节之前就给你发工资 所以往往造成很多农民工欠薪 结果他们连家都回不了 这一类的事 根据那个2015年 郭玉华先生的调查 说一直到2015年 中国北京 我这里指的是北京 北京建筑工地的农民工 按月领薪的比例 也不过只有20% 大部分的都是 那你又领不到工资 那你还是去哪里 再加上那些民工就跟我们说了 说如果我们是去欧洲 那我们还有逃掉去投渡的那种动机 是吧 柬埔寨这么个鸟不拉死的地方 也没有人愿意投渡啊 所以也就没有人打这个主意 唯一的打算就是在那里拼命地干活 早点把活干完 拿了钱就回去 所以他们的确是非常自觉的一天拼命地在那里干活 可是他们能这样干 柬埔寨当地的员工就受不了了 柬埔寨当地的员工都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 都是有这个东西的 其实啊 中资大量进入柬埔寨以后 像这样的书都是在柬埔寨的华人中大量印的 因为他们要让中资了解柬埔寨是个什么样 土地法呀 劳工法 他们在柬埔寨的市场上都看得到 而且是用中文翻译成中文的 是吧 就是为那个中资服务的 那他们就说 哎呀我们是每天要干多少个小时 就是不能随便延长的 那中资说 那可以啊 你干 你干 八小时完全可以 反正就是按土方给你 发工资 你愿干多少就干多少 是吧 结果他们一算 说我们的工资比 比中国人要少 就是这个 他们歧视我们 有人说 还是中国人在那里搞 新殖民主义 哈哈 可是那个 那个 我们的一些中国劳工就说 按日工资计算 他们的确比我们拿的少 但是如果按照土方计算 他们拿的比我们多 是吧 因为他们是实行那个 所谓日工资的 是吧 而他们可能干活 没有中国那么卖力 是吧 中国工人那么卖力 所以如果按照他们 八小时挖了多少方土 如果一厨 很可能他们的工资 还没有中国的 很可能他们的工资 还比中国高 是吧 但是如果按那个 按土方计算 是吧 他们很可能还比中国高 但是如果按照 日工资计算 是吧 因为中国人干十几个小时 他们只干八小时 是吧 所以他们的工资 当然就比中国的要低好多 是吧 而且他们就普遍感到这种 这种状态 他们受不了 是吧 所以过了几天 过了没几天 这些柬埔寨工人就 就分分都走了 是吧 那么走了以后 后来我说 还能找到一个柬埔寨工人吗 是吧 他们说你看 那是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是吧 这就是在这个 新元公司 他们那些管理人员 住的工房前面那个 就是那个 光着绑子 什么衣服都没穿的 那一位 那一位是一个 他们那个工地 唯一留下来的 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 不是新元公司的人 但是也不是农民工的 这个人是个柬埔寨华人 是吧 他之所以留在柬埔寨 是因为他要当翻译 他不是吧 他是一个翻译官 是吧 那个 只有他作为翻译留了下来 其他那些 那些工人全部都给 都给吓跑了 是吧 那么 那么 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说啊 我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么辛苦 你们怎么受得了呢 他们说没啥 在国内都这样了 而且他们说 呃 在这里领的钱比国内多 是吧 呃 我实事求是的讲 在海外的 中国农民工的待遇 应该说 比在中国国内的农民工的待遇 还是要高的 是吧 有一个 呃 有一件事啊 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不是在这个工地 在那个南辰兔 就是那个柬埔寨的一个工地 呃 大航在那里施工的 然后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们那个工地出了件事啊 两个农民工在湄公河游泳 就被淹死了 呃 后来呢 呃 呃 呃 就派人回这个 按照农民工留的那个地址 回他们的家乡 呃 跟他们商量 呃 说是要不要把遗体运回去 有多少补偿 什么什么 呃 给多少补偿之类 呃 这个 在这之前呢 这些人已经 九年 十年没有给家里联系过 是吧 很多农民工都是这样 一离开家庭 就渺无音讯 是吧 有的是 好像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就不想回来 没有脸回来 或者是什么什么 总而言之吧 这个农民工离开家乡以后 就渺无音讯 这种事情是挺多的 是吧 结果后来一听 哦 下落 他们这些人早 他们家里头的很多人 都已早就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啊 结果一听 哎呀 原来是刚死 而且还有一大堆的 而且还有不少的赔偿金 是吧 他们就说哎呦 那总算知道了 而且还有这一笔钱 我们已经够了 是吧 这个这个遗体也就不要了 是吧 如何如何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事情让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 呃 但是呢大堂的人说啊 我们的确是人之意尽的 是吧 就是就是你看这处理 比国内要好 是吧 也的确是 是吧 那么就是那么一种状态 是吧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他们的劳动效率 的确是非常高 是吧 就是干活也比当地的 呃 我想也是这样 如果是我在那种地方也就是 是吧 因为我当年也曾经一天干过十几个小 是吧 是吧 这个这个年轻时代这是可以的 而且 老实说 在那种状态下 你想的确像他们讲的那样 如果我在欧洲 可能我就偷渡了 是吧 那你在柬埔寨里面也没有人想 也没有人偷渡 是吧 那你在那里如果按照他的寄件工资 是吧 如果你一天八小时 你要干到猴年马月 是吧 而且这个工资很低 你也赚不到钱 是吧 那你当然只有拼命干了 早点的把钱拿到早点回去 是吧 他们只有这样一种那个打算 所以你难怪他们连山底下都没有去过 是吧 这么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这个这样一种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呢 是吧 后来我就发现了 在劳工史上 有一个词叫做Svetsal 就是我们通常现在中文中也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 血汗工厂 这个血汗工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吧 其实中国国内就有争论 大家不知道记得没有 大概十多年前 深圳有个九龙子业 是吧 由于他的一个一些劳工问题引起了很多 当时香港 香港大学有一个 好像是潘燕教授带领的一个团队去考察了九龙子业 认为九龙子业的那个对待劳工很糟糕 于是就写了一篇东西说九龙子业是血汗工厂 是吧 于是在国内就引起了一场讨论 很多人都说不是 是吧 说不是的理由就是第一 九龙子业的那个工资并不是最低的 啊 他们的工资还还挺高的 是吧 第二就是如果你要说他们的房子啊 工厂啊 说是国内比他差的有的是 是吧 九龙就算是很不错的 包括富士康也有这个问题 是吧 很多人一说啊 那个那个 连国内不是还有什么奪命 奪命矿井 是吧 那个奴工钻窑 是吧 等等等等啊 那些东西比他们的条件差多了 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 是说 像这种劳动组织啊 是非常科学的 而且是从西方学来的 包括基建工资制啊 包括在劳工制度上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什么福特制啊 泰勒制啊 是吧 这些那个所谓的科学组织劳动的 那些科学管理方面 科学管理方法 是吧 所以他们说 这怎么能叫血汗工厂呢 如果说这叫血汗工厂 那不是所有的科学劳动管理 都是血汗工厂吗 是吧 那么比这个更 比这个更差的 这个 你说它的工资低 劳动条件差 这有什么标准呢 达到了什么标准才叫做工资低 达到了什么标准才叫做 嗯 那个 才叫做调 条件差呢 是吧 这的确也是不太好办 但是大家也知道 像美国的劳工法 里头就有关于血汗工厂的规定的 是吧 这是劳工保障里头要提到的 那么他们指的到底是什么 是吧 我就注意到 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 血汗工厂 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这个文章 不是讲柬埔寨的 就是讲那个九龙问题的 是吧 那么这个血汗工厂 这个词啊 据考证 最早是1867年出现于美国 为什么会出现于美国呢 它最早指的就是 美国当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就是制衣厂 是吧 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制衣厂了 是吧 先转移到中国 中国现在好像又转移到东南 EARC了 是吧 但是美国当时有制衣厂的 制衣厂 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有很多工人 而那个时候1867年 美国已经开始有了工人运动 已经开始有了劳工保障 那个说法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每年纪念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 就是在1860年代在美国 出现了一场运动 是吧 当然也是劳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了这些东西 那么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关于劳工管理就有了两个限制 第一是国家立法的限制 是吧 就是你不能任意要工人加班 是吧 有那个 那个时候美国实行的好像不是八小时 是不是也是十小时 是吧 但是总而言之 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吧 你不能任意让他们去干活的 第二就是 要有集体博弈 是吧 要有集体谈判机制 就是工人有权力组织工会 跟企业进行谈判 那么面对这两个约束 当时的一些商家 当时的一些雇主 他采取的是什么对策呢 他采取的对策就是 在制衣行业中 在制衣行业中 我不把你们集中在一起干活 是吧 我把布发给你们 让你们在家 让你们再加给我做衣服 然后我按键收取加工费 是吧 我把布发给你们 你们一天可以加工两百件衣服 我就给你们两百件的加工费 你们加工一件衣服 我就给你们一件衣服的加工费 这个做法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优点就是 大家不在一起干活 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什么工会 集体博弈啊 什么什么这些集体谈判 那就完全没有了 第二 也不存在着什么加班啊 什么 什么加班啊 工作时间的限制 因为你们反正是把活带回家去做的 是吧 你们把活带回家去做 你们一天做二十个小时 我也管不着 你们一天做两个小时 我也管不着 礼拜天休息不休息也不是我的事 是吧 总而言之是吧 你们做就有钱 没不做就没钱 是吧 就这样 是吧 于是这个制度就引起了一场争论 这种制度到底合理不合理 是吧 如果真的实行这种制度 那就是两个关于劳工的限制都已经取消了 第一就是那个劳工法的规定 是吧 包括劳工保护的什么时间 什么工作场所的规定啊 什么生产安全的规定啊 什么最主要是劳动时间和加班的规定 等于就是没有了 第二也不可能有集体谈判 是吧 那么于是当时的很多人就提出抗议 说这是不对的 这是血汗工厂 这是一种很不人性的制度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后来这个概念又来特指也是一样的 由包工投资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 因为实行包工制 企业就规避了这个责任 是吧 这个和我在柬埔寨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问他工人是不是按照劳动合同法干活啊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是吧 因为这是劳务派遣公司 是吧 他们是实行包工制的 是吧 当然你工人干多少 那是劳务派遣公司的 是跟我们博仿新元公司是无关的 是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规避的方式 那么以后这个东西又延伸到了一些对西方的那种所谓的科学管理 是吧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室中批评最厉害的就是泰勒志 是吧 就是那个对工人进行严格的计量考核 在工人中找出一个劳动模范 是吧 他一天能够干 加工三百件衣服 是吧 于是就让这三百件衣服定出标准 所有的工人必须达到这个指标 不达到就怎么样怎么样 总而言之 有一系列的那种严格的考核 怎么计 而且寄件工资在这个里头是广泛的 因为寄件工资 我前面讲了 它可以规避劳工法的很多东西 是吧 包括时间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规避 是吧 所以这种东西就引起了很多霹雳 是吧 那么但是 后来这个概念就扩大到高级力的寄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这些安排 是吧 像汽车行业大量使用流水线 而流水线的速度如果你开得快 如果你把流水线的速度搞快了 那当然那流水线旁边的工人当然那个生产节奏就非常快 因为那是你控制不了的嘛 是吧 流水线哗啦哗啦的过来 一个零件在你面前只停留几分 几秒钟 是吧 你稍微一分成 一分成这个零件就过去了 那就要出大问题了 所以这个流水线呢 它尤其是把流水线的生产速度 那个流水线的速度加大以后 那你就疲于分泌 是吧 于是这个东西就被那个 在劳工史上就受到强烈的谴责 是吧 但是是不是 基建工资就不能搞呢 是不是流水线就不能搞呢 是不是包工资就不能搞呢 其实也不是的 是吧 那么后来就有人提出 如果包工资是在没有集体谈判的情况下 有 不是 那个基建工资 是在 由那个老板单方面决定的 是吧 比如说做一件衣服 我就给你五分钱 是吧 你就没有什么淘价还价的余地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确实是逼得他们必须要 没日没夜的拼命干 他们才能够谋生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当然就很不人道 但是如果是经过集体谈判的 是吧 比如我们真的工会跟企业谈判出一个合理的 寄件价格 是吧 比如我们生产 那个那个一件衣服 你应该给我比较多的 比较合理的工资 是吧 那么基建工资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 激励机制 是吧 也就是说你劳动模范 你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我就不是这么能干 但是我也至少能够 获得下去 是吧 不至于如果我不 比着劳动模范拼命的干 我就活不下去 是吧 不至于这样 基建工资也是一样 包括福特制 泰勒制 都是一样 大家知道 福特制 泰勒制 其实都起源于现在美国的铁锈地带 是吧 就是那个 在美国的汽车行业啊 钢铁行业啊 钢铁行业啊 这些东西 特别多 一直到今天 他们也在实行这个制度 是吧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说那里是血汗工厂 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非常之强大 以至于到那里的工厂都好像办不下去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美国的 美国当年的汽车城 底特律 是吧 现在是非常之萧条的 是吧 底特律也是实行泰勒制福特制的 但是他那个基建工资的单价定的是很高的 是吧 那么单价定的很高 那么工人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拼命的卖命 是吧 再加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立法的限制嘛 是吧 那么现在美国的汽车业 已经越来越向南方的一些日资寒资的汽车厂转移 是吧 因为那些日资寒资的汽车厂 没有建立工会的传统 是吧 那么同样是 基建工资制度 在他们那里就比那个 就比在那个 底特律那样的地方 就更有 就更有激励 是吧 所谓的激励 就是让大家拼命的干活的那种 那种激励 是吧 所以 有一些人就指出啊 说那个 基建工资制度 流水线制度 和那个 和那个 诸如此类的制度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是中性的 是吧 但是关键就在于 你是不是规避了啊 能够改善这个 这个 既改善效率 又 又能够 符合这个 这个 这个人道的标准 那么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话 我觉得 我们在水电工地看到的这种 劳务派遣加 包工资加 寄件工资 该怎么评价 我想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是吧 而且如果这些 如果有人说 他们挣的工资其实不少 是吧 也的确是 是吧 他们的那个条件也不算太差 是吧 如果你比起那个什么夺命矿井啊 你比烂弹也的确是 是吧 而且还说这是一种科学的组织方式 我后面就要讲 的确中国的水电行业 原来是不懂这些东西 是吧 后来懂了 这个的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 重大成就 是吧 这也的确是的 是吧 如果你要讲这些 那的确他们是不是学安工厂 的确是不 不太好说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说 为 为什么 让他们 为什么采取这种组织方式 这种组织方式 就是为了规避 柬埔寨的那种 是吧 带有法国影响 美国影响 那种 所谓的 现代的劳工法的那种 保障 是吧 而且是他们摆脱了一切 什么关于加班啊 那些地方 完全没有加班 废之说的 是吧 你反正是礼拜天 礼拜六 是吧 八小时以外都在拼命的干活 但是你领到的工资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 因为所谓的加班不加班 在这种概念中就根本没有 是吧 反正是基建工资嘛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一个 其实 完全符合 血汗工厂这个代仪 这个名词在美国当时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含义 有观念 éc 席